HELLO 大家好 我是Leo Go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大卡車 拖車頭的一個地點 那我們今天來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要測試我們的ST3000PLUS 這一台救援坦克 它今天要救援這一台連結車 它是一台BOBO 武器的連結車 那我們今天要測試它的啟動能力 還有就是說 它也可以經由車子上面的發電機 或者是說單純車子的電池 快速對我們這一顆超級電容 ST3000PLUS的救援坦克進行充電 而且我們這一顆救援坦克裡面是採用 美國Maxware最大最知名品牌的超級電容 它不像有一些使用是大陸版的 或者是韓國版的 我們採用是美國最新 而且是航太科技的超級電容 而且也是全球首區一指的超級電容的生產工廠 那我們今天話不多 直接我們就來測試它 那我們現在要測試的這部車 它現在是完全沒電的狀況 所以你看我現在轉動了鑰匙 鑰匙轉動它到紅火ACC的位置 它也都沒有任何顯示 所以說代表說這一部車子現在是完全沒有電的狀況之下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直接再來看一下 我們後面這個超級電容的一個連接 連接完之後我們再來發動試試看 OK Let's go 我們確定這一台車已經都是沒有電了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就是把我們的ST3000救援坦克 它的電源接上 那我們很簡單 直接就夾上我們沒有辦法發動 或電池已經故障的正負極 我們產品就放著 已經接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直接發車的動作 OK 我們現在進行發動 你看 非常順利的 而且很順暢的 把我們這一台 總重可以連接50噸的VOLBO 拖車斗 成功的啟動了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再進行第二次測試 OK 我們現在又關掉了 我們再進行第二次測試 一樣 也是非常順暢的一觸即動 所以說我們的救援坦克 它的性能跟效能是非常高的 連這種大卡車 我們都有辦法有效救援 那我們再來試 第三次 一樣的 大家有沒有聽到 引擎聲還是非常順盛的發動 那現在已經救援了三次 那我們再來試 第四次 也是一樣 一觸即發 所以說代表了我們的救援坦克 它的性能跟效能非常高 因為我們採用美國最好的 Maxware這個品牌的超級電容 我們現在這一顆超級電容 裡面的容量 剛剛我們發動這一台VOLBO 拖車頭 它已經用完電了 那我們可以究竟 我們可以找一台12伏特的汽車 叫車 叫車 休旅車 我們可以利用它裡面的快速充電機制 在30秒到40秒的時間 就把這一顆超級電容 完全充飽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救的是24伏 那當我們現在想要用12伏對它充電的時候 我們把它翻到背面來 我們把這裡的插銷 Anderson接頭 我們把它拔下來 拔下來之後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邊寫24伏 那這邊寫12伏 我們就是把12伏插進去 OK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拿去進行充電的動作了 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的電量是完全已經沒有了 好 那就跟著我走 我們去充電 我們現在利用這一台3000cc的車輛 來對我們的這一個 舊車電源進行快速充電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打開我們的引擎室都會看到 它有一個正極的接點 那再來就是它有一個負極的接點 我們就把它夾上去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了 它現在正在快速充電中 它已經 剛剛從0伏的電壓已經充到7點多伏 非常的快速 而且我們車輛是在怠速中喔 我們並沒有採油門增加發電機的發電量 那你看它現在已經到達10伏 OK 我們已經突破了12伏特 13伏特 OK 它已經14伏特了 這就是我們講的車載發電機的30秒快速充電系統 剛剛我們從開始接接到現在 也大約30秒到40秒之間 那你看它已經上到了14.5伏了 那就代表說 我們這顆超級電腦已經充飽了 那當然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脫離充電 OK 我們把夾子拿掉 那它就完成充電了 那我們的超級電容 它現在還保持在14.6伏特 殘酷大考驗到現在完美成功 謝謝大家